歌神战学友曾说刘德华在的地方我永远是配角,而梁家辉也说过,有发哥在,我怎样都要那里一点。 梁家辉作为千秘影帝,演技在整个华语电影圈也是前列,那么他有必要这么谦虚吗?先来说一下周若吧,被誉为消防之子和演技之神,国家一级演员,曾经还在教科书上出现过,塑造的经典角色更是数不胜数。 从TVB时期的上海看许文强,笑傲江湖里胡冲,到第一赶片英雄粉刺小马哥,第一赌片赌神高界,第一监狱影片监狱风云高秋,再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握苦藏龙的李牧白以及各种好莱坞影片,荧幕上他一直极致的发挥着个人魅力,正剧悲剧,黑帮大老小人物全都不在话下,可以滑稽可笑,可以深藏不诺, 就是一个多面手,现实生活中,他没有大明星的架子,非常接地气,每每遇到粉丝和影从不拒绝,而且有时候还会在台风天气帮忙清扫道路,最难得的是,还宣布捐出自己所有财产,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,再来看看梁家辉,号称千年影帝,艳迹无可挑剔,毫无表演痕迹, 目前他已经斩获四次金线将影帝,还差一次就赶上了五次的梁朝伟,不过他比梁朝伟的戏路宽广太多,各种内心,各种角色基本上都演过,而且全都让人折服,江湖侠客,市井老子,一国情人,黑帮大老全都不在话下,梁家辉的演技上面全部书发歌, 那么他为什么说有发歌在,我怎样都要耐力一点,是他签署还是另有原因,他有必要这么谦虚吗? 大声想说,有必要,因为发歌不仅是他的前辈,而且还提前帮助过他,梁家辉毕业于无线电视艺人训练班,同班同学有刘德华,吴嘉丽,徐锦娇等人, 当年和刘德华一起在前王十英会中跑龙套,担任发歌的手下,据说他们两个人还因为自己家戏被导演吗? 毕业之后,刘德华被TVB捧撑无线无虎,而梁家辉不愿一千五年合同,于是离开TVB,之后梁家辉被李汉霞看中,邀请他参业垂帘听证,合伙烧原明云的咸丰皇帝,并凭借这一角色斩获金线降影帝, 原本星图无线的梁家辉,后来却遭到台湾省风沙,最惨的时候摆过地摊,后来周润发凭借英雄本色小马哥火了之后,借助自己的影响力, 再加上当时新一城电影公司的斡旋,梁家辉得以解封,自此开始梁家辉被演绎之路开始开挂,今年间演的几十部影片,梁家辉和发哥已合作过多次,基本上都是梁家辉替发哥跨道, 监狱风沙与中发哥是监狱里的老油条,处处照顾梁家辉这个菜鸟,让他少失了许多亏,到了英雄本色三,夕阳之歌,梅艳芳的表现盖过了他们两个,堪称女版小马哥, 这一部虚老怪操刀,和前两部吴雨森指导的明显不同,不再是男人情义,而变成女性主导,到了堵神二,梁家辉已经彻底放开,不再像前面那么约束,放飞自我的梁家辉,把得很嗨,抢了不少人的风头, 直隔多年,寒展二梁家辉再次和发哥合作,被问到再次和发哥合作有什么感受的时候,梁家辉说这一次,我一个星期都没有洗澡,就是为了在气场上弄压过去,由此可见他对发哥的重视程度,再看看图片中他娇羞的靠在发哥肩膀上,实在好可爱啊,最近两年,梁家辉可能接拍了不少赖片, 不过他一直在做掌势,挑战全新的角色,比如这次被热议的阿修罗,他说这是自己从你以来最难验的一次,因为三个头有时候要同步,虽然阿修罗扑街了,不过梁家辉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,还是难得可贵的。